來 試車完畢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水 它水是到這邊 你看 這樣子喔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看一下 這裡面 這很難放下 下面那邊看有沒有漏 這邊 目前看應該是沒有啦 但是 怕怕 好啦 放大喔 放大 解緣器下面這邊 皮帶上方 目前沒有看到 水垢 看那底料好 這老主要很煩 然後 這個角度也看一下 直接這樣拉進去 直接這樣拉進去 還有你們比較有臨場感 來 有沒有 我看不到畫面 所以我這樣慢慢移動 慢慢移動 最主要是看那個 解緣器下方 解緣器下方有沒有濕濕的 沒有 沒有 這樣應該就是成功了 好 再來 我們這個角度 先去看一下 因為那時候 你抓到 才會去撃到 對 對 來喔 這是去用到鍋子 用到三小 來喔 看這個是 用到鍋還是什麼 邊上那邊還有水斑 啊那個布里 前面你看那個 濕濕的那個不是 那我有去研究 它那種 那不知道進去 滴到什麼 小小條 這樣 主要要看解緣器的角 如果沒有在撈就好了 水蓬布 周邊 這個 裡面 這是有水 欸唷 賣的喔 這是水還是什麼 我放大一下 不是 這是一個殘影 賣的喔 這是水喔 鍋子 這是鍋子 是水 幫我看一下 再放大 鍋子 好 好 喔 然後那個水管下方 順便記錄一下 看有沒有那個水 它那 是那個水蓬布出來 它會洗整個 水沒有 沒有 這邊 來沒有喔 這個 記錄一下 因為我正前把它洗過 啊 還有這個 它洗出來的尋 如果 風葉這邊 它會全部都有水垢 目前看的話 我的七條是沒有 好 繼續這樣觀察了 啊你還會撈 就是像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早點在撈 但是 壓力跑到旁邊 它就不會過來了 好啦大概簡易的追蹤分享給同學 記錄一下 原地冷車 兩格 有喔 啊 早一早會變 那什麼 水平線原地嘛 啊 現在越早 所以 變越多了 啊 哇 它現在燒車這樣 正常 現在它縮定要在這裡 啦 那這樣算標準啦 冷車要燒車這樣 正正常 啊但是喔 發現這超奇怪的 什麼 這個鋼 很軟的喔 太軟 它這個轉開有沒有 轉開的時候 不可以轉喔 不知道是怎樣 算正常 嗎 也不知道 來喔 真怪小喔 你看 我第一次 剛才這個經驗 第一次遇到 喔!有消化豬磚 這樣換車是正常的 鳴鎚 喔!一般來講 如果很順的 它的燒車是這樣 要冷車 它會吃 因為我的機原地就沒那麼多了 試試看 好 好 因為 最怕的就是那個 水越開越多 最怕 再來觀察一下 以前都稍微頂頂 這次怎麼軟 你也知道 不知道是怎麼算正常 非常好 OMG正硬記 我會愛不釋手 好就這樣子 我會愛不釋手 我愛不釋手 我愛不釋手 很漂亮吧 噔噔噔噔噔 OMG下單 唯一支持白同學 影片下方點進去 1 380塊而已 下單唯一支持白同學 下單唯一支持白同學